年轻国手和山东队的沙场老将 究竟谁的实力更强呢 请看山东卫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这次决赛 在抓局比赛结束之后 战续刚排在第一位 运动员们休息片刻进行停局比赛 这时候观众席上非常热闹 老裁判也在抓紧时间进行身心调整 休息室里面 战续刚在教练的指导下积极准备停举的比赛 根据比赛规则 停举比赛的出场顺序 按照抓局比赛当中的成绩排列 战续刚排在最后出场 现在是他在停举比赛当中第三次试举 他在前两次分别成功地举起了190公斤和192.5公斤 实际上他已经获得了70公斤级举重的金牌 这次试举他是在向世界纪录冲击 世界纪录是193.5公斤 也是朝鲜选手金明南保持的 如果他打破这项世界纪录 那么实际上也就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他成功了 在高举195公斤杠铃的情况下 他稳如泰山 但是一旦放下杠铃他却摔倒了 也许是太激动了 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战续刚 不仅获得了金牌 而且打破了70公斤级举重的 抓举停举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录 在本届奥运会上还没有人打破三项世界纪录 他的这个成绩把获得银牌的朝鲜选手金明南 以12.5公斤的优势远远甩在了身后 不但是场上观众为他欢呼 在场的美国工作人员也向他表示祝贺 这是朝鲜选手金明南 他获得了银牌 他也向战续刚表示祝贺 战续刚说的神童指的是土耳其的苏莱曼诺尔古 这位举重神童从汉城奥运会以来每届奥运都能获取金牌 在前一天他刚刚获得了66公斤级的金牌 但是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 战续刚说的超过神童 就是不但要夺得金牌而且要打破世界纪录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奖一试之后 战旭刚对记者说 我想第一次 那鼓勒还破三三世纪多 要是进面破三三世纪多 我想我平时水平点这么高的 我想这是应该轮到稳 都要轮到稳 另外在男子举中 70公斤级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战旭刚由于过度疲劳 腿不抽筋而站不起来 按照规定 如果十分钟之内不接受要件的话 这枚金牌很可能被取消 最后还是一名中国的电视记者 把他背起来去接受要件的 好 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对第四天其他比赛的情况介绍 幸运之神青睐了战旭刚 却是与另外一名中国选手 刘立敏市值交易 北京时间7月24号上午 聂默夫几乎同时面临争夺男子体操 奥运全能金牌的最后一个机会 此时的李小双以0.038分的劣势落后 他只能在单杠比赛中夺得9.75分以上的成绩 才能战胜聂默夫夺得这枚金牌 就在同时 就在李小双跃上单杠的时候 聂默夫也开始面临他脚下的自由体操的地毯 这两个人的争夺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 在去年的日本青江世界锦标赛中 李小双为中国体操界赢得了第一枚世界锦标赛的全能金牌 当时的聂默夫在欧洲锦标赛中夺得冠军 但是由于这位选手在规定动作中失误 失去了参加个人全能金牌的角逐资格 这样使两位强者的对话 推迟了一年才在亚特兰大开始 而这场对话竟然在亚特兰大的多姆尼体育馆中 出演的如此惊心动魄 李小双伊尼莫夫几乎是同时起跳 但是就在这场对话开始之前 另外一名昔日的强者似乎在悄悄的隐退 他就是在巴塞罗闹运会上 一人独得六枚金牌的谢尔博 在赛前大家一直认为 聂默夫 谢尔博与李小双 这三个人将在亚特兰大的体操馆内 上养一场三强聚首的好戏 但是谢尔博从第一轮开始 比分就开始落后 这最后一项自由操比赛 这几个小小的猎切 又是这位昔日的冠军 恐怕将与冠军奖还无援 此时我们看到的聂默夫 与谢尔博的这项拍手 不知意味着什么 谢尔博被称作体操王子 而聂默夫被人们誉为体操神童 似乎这两个人要在一拍手之间 完成这一桂冠的交接 也许我们有耐心来回顾一下 聂默夫与李小双在北京时间 今天凌晨开始的最强者的对话 李小双首先进行自由体操的比赛 作为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自由体操冠军 李小双以自己的强项出场 但是小双出师不力 就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失误被扣取0.1分 最后得分为9.678分 进排名第六 而在安马赛场上 聂默夫在首先进行的安马比赛中 以9.80分遥遥领先 聂默夫与李小双的差距是0.113分 整个比赛结束后的李小双 向我们追溯起他当时的心情 当教练跟我讲一样 没有后退了 只有往前顶 才有希望跟人家去夺这个 他全能冠军的机会 在第二项的安马比赛中 李小双发挥出色 获得了9.712分 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开始了与聂默夫的你追我敢争夺 而聂默夫在自己的弱项调缓比赛中 获得了9.612分 双方的差距缩小到0.013分 李小双还准备劣势 接下来的李小双 先进行调缓比赛 他在第一天的团体规定动作中 就是在调缓这个强项上 出现了重大失误 仅得了8.350分 教练说这主要是由于 李小双的奸商所致 在接受队一的按摩之后 李小双再次上阵 此时李小双的教练黄玉斌的心 大概也随着高高的吊环提到了嗓子痒 他注意着李小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直到李小双稳稳的 像钉子一样的站在地上 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李小双得了9点775分 而在另一块场地 聂默夫正在进行着跳马比赛 聂默夫是去年的世界锦标赛跳马冠军 但是他这一跳却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他最后落地是在4米线和3.5米线之间 这样他没有0.1分的加分 聂默夫在跳马中仅得了9.700分 李小双终于第一次超过了对手0.052分 李小双接着进行跳马比赛 他出色的助跑和完美的技术 落在了4米线之外 这在世界上仅有两三个人能够掌握的技术 为他赢得了本场比赛的最高分 9.812分 而此时的聂默夫在自己的强项双杠 落地有轻微的两跳 最后的得分是9.762分 四项比赛结束之后 李小双与聂默夫的差距再次拉大 李小双已经领先他0.112分 中国体操队的总教练兼本次奥运会体操领队高剑 从比赛一开始就自始至终的保持这样一个姿势 坐在他身边的张剑说 高剑在两个半小时的过程中一言不发 他担心高剑会憋出病来 紧接着李小双跃上双杠 双杠并非小双的最强项 也许是由于太想夺得这块金牌 小双在落地时没能站稳 向前跨了一大步 被扣掉了0.1分之后 仅得了9.65分 而在另外一块场地上 世锦赛的单杠冠军聂默夫 却得了本场比赛中的第二个最高分 0.80分 聂默夫再次领先 现在李小双与聂默夫的差距是0.038分 这样就到了我们在本篇开始时 向您介绍的北京时间 今天早晨6点25分左右 决出本季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 桂冠的时刻 对于李小双来说 在最后一项比赛中进行单杠比赛 要比聂默夫进行自由体操比赛 面临更复杂的压力 首先单杠要求更高的稳定性 其二李小双曾在前天的比赛中 从单杠上掉下来 相比之下聂默夫似乎更能轻装上阵 现在最关键的时刻 马上叫到了 李小双 好,你看,是否有了 好,你看,是否有了 开始给孙文 天奇事宜这个球是广东队的界外球 孙文对这个判法可能有点异点 这时候广东队请求换人 15号徐晓芹出场替下了2号欧阳会议 2号欧阳会议是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队员 投球结尾 原来刚才不是替下2号欧阳会议是换人的裁判员拿错了牌子 应该是踢下的11号张桂莲 11号张桂莲呢 在比赛开始之后就是在前场游动 那么也不退回后场 来协助同伴防守 但是在前场他今天的作用发挥的并不是很大 在前场上场的15号体力非常好 换上一个胜利军以后 整个广东队这个士气啊会稍稍的带起来一点 广东队14号谢才侠 把他争相的时候反规 那是用走步压人 我们现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97年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广东队对上海队比赛的下半场的实况 我们现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97年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广东队对上海队比赛的下半场的实况 暂时领先 这次比赛呢也是投球解围 跟进的11号射门 好现 宝东队守门员1号高红表现的还是非常敏捷 赶快回来回撤了一下以后倒地把球抱着 大家要牵索 没刚刚上堂的15号 这个球可能追不上 没有出界 这会来了 传终 进去里面接应道 再扣到底线出界 已经出界了 在底线已经出界了 那么尽管这一次进攻 并没有能够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 但是这一个就可以使广东队 队员呢得到一次鼓舞 在精神上呢也可以有一些 一些提神的作用 因为毕竟体能啊已经下降的差不多了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胜利军上来带一带气氛的话 一味的在后面放手 没有可能被上海队把比方扳拔平 在广东队加强了前场的风阻 好